阿里山森林火车 1912年当阿里山森林铁路开通后 用途就是为了将山上的檜木运送下来 当时的火车就这样载满着陈坯的原木来到嘉义 造就了嘉义成为台湾的木材之都 在你眼前的这一片檜木樱花火车的墙面 就是呈现当时阿里山26号蒸汽火车 载着檜木穿梭在樱花林中 缓缓的开向嘉义来 我们用了1000多片的木块 镭射雕刻上火车、檜木以及樱花盛开的景象 最后再将它一片片拼贴完成 打开 从来的 打开 刀 这一片片拼贴完成 老闹